看这水下多沉 沉水的 卖酒坡的 这水一向都距这么沉 看解水多厉害 刚刚下游半个小时 电池都卖了棍子 电池都卖了棍子 了解太痊 了解水 manufact 比较高峜 超过屐围 转昂 画是 太沉了,所以 电池都不灌泡 太沉了,卖着脚步 就这小孩子勇敢地在欧光线 看虫啊,越到那边 流光线州最越沉 也最越厉害 这沉已经好冒点了 弄不了了 最多沉啊 巍购 öyle 有城市 您和这密码 看虽然这雨 特别 是 还好 reminded 能 chords 我没有过日来还是往前跑的 女司机还是厉害啊 有下打的啊 朋友们看这鱼下多大 就是鲍鱼 鲍鱼 甲鱼甲鱼 可别轻 一轻都收不掉了 看这四星鱼 再说是最薄巴的 哇 韩队怎么打的多强 这时候有一艘串也是可以的啊 画个串象牵性 不摊水不摆脚 看看那边又赖一个厉害的任务啊 看看 雅筑马里想起来幸福 从昨天夜里开始啊 河南洛河这个鱼啊 就开始下起来了 今天早上啊 这个鱼啊下的非常的大 整个街面啊 都是这个鱼水啊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赵总 河南洛河这边呢 今天这个鱼啊 终于下下来了 瓢泊大鱼 整个街面啊 都被这个水啊 覆盖着 大家看这个街面上啊 现在呢 已经是水流成河了 今天这个鱼啊 下的好大呀 最近一段时间呢 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鱼了 这个鱼水啊 顺着这个街面呢 正在往西边流 我们称的是 东边高 西边低 鱼水啊 顺着这个街面啊 往西边流 这个骑电动三车车的大叔啊 走过这个积水路段 水啊 几乎淹没了 半个车轮 这个骑电动车的美女啊 也是冒着瓢泊大鱼啊 往家里面赶 街上呢 经过了一辆小轿车 啊 见起的水花啊 也是非常的大 河南洛河啊 昨天夜里了 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 中间停了几个小时 今天早上呢 又下起了瓢泊的大雨 街面上啊 也是水流成河 啊 这档雨呢 已经到现在呢 已经下了有三个多小时了 现在的雨啊 啊 下的孩子非常的大 大家看过我的视频的呢 应该知道啊 啊 今年入夏以来啊 河南洛河啊 遇到了严重的干旱的问题 很多农民呢 都在地里忙着交地 这档雨一下呀 也将会解决农民的一块心壁 啊 农民呢 也将不再为 交地发愁了 大家觉得这个 雨下的好不好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啊 有喜欢这种视频的呢 点点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嗨 大家好 我是玉井三哥 我现在在我们这里的 嗯 街道上 昨天晚上呢 我们这里开始下来 地上暴雨 一直到今天早上 啊 雨水呢 还在清盆大泄 前几天呢 一直高温 一直没有下雨 昨天呢 我们这里还有 38度的高温 非常的炎热 昨天呢 开始降了暴雨 现在整个呢 县城呢 几乎呢 就是一片汪洋 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情况 看这路面上的积水 大鱼还在清盆大泄 看这水又多深 哇 路边上的这个日行道 已经被水淹没了 看这辆汽车 已经这水都到了车门子的地方 这边的都是停车位 这个停车位有五米长 现在呢 这个水呢 已经淹了大半部分 看看这水有多深 这个皇位车的轮子 已经被淹了一半 这是在人行道的路面上 不知道呢 还意味这是河流 其实这是道路上的人行道 里面的积水太多了 雨下的非常的大 整个城里呢 是一片汪洋 看一下这个水有多深 这是人 这是人行道长 彻底被淹没了 看远处的汽车 轮子淹没了就将近一半 这条街道呢都是这样 看路边的这个三轮车呢 已经趴窝了 路面上到处都是积水啊 这条街道不正面 是有多深厚的流量 这条街道不太大 这里是有多深厚的东西 这条街道不太大 好多了 这条街道不太大 就像被淹没了 很多人 好多的地方 这条街道不太大 好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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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一个外卖小哥 还在给送餐 雨水已经把人行道彻底淹没 那么这个水已经上升到这边的广场上 这个水足足有40厘米深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位